在11月21日,Pi Network中文聊天室的管理员说, 主网上线就停挖,这意味着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免费挖Pi币了。 如果你已经是Pi友了,可以留言一派一世界吗?或者一派一World吗? 让更多人知道我们Pi Network到底有多爆炸。 大家好,我叫小萱。 要是你从来没有听过Pi Network,但小萱我知道你一定有听过比特币对吗? Pi Network和比特币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Pi将完成比特币无法完成的事。 首先,大家一定要知道Pi Network是谁创办的。 Pi Network是由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的博士以及团队所创办。 创办人的名字叫尼古拉斯。 Pi Network旨在实现一个人人都可参与的低门槛,低成本的加密货币网络。 任何人只是用手机下在Pi Network这个手机挖矿赚钱APP,就可以开始在手机挖矿了。 每天只需要花你不到10秒钟的时间。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点击一个按钮就可以在手机免费挖矿了。 可是我们到的Pi币孩儿不能够变现。 因为Pi币还没有上主网,还不能交易。 但下个月就可以了。 目前Pi币的价格是零。 但下个月我们就知道一个Pi币多少了。 业内人士预测Pi币上交易所交易时的价格。 一个Pi币可以到150到300美金。 甚至在未来一个Pi币会达到1000美金,1万美金以上。 说得那么好听,免费挖到的Pi真的可以一个价值100美金,甚至更高吗? 要是你觉得Pi不可能会有价值,可以看这个频道上几天前发布的视频。 或者你也可以看这个Pi Network小白币看的播放列表。 看完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Pi会有价值。 而且Pi它可能会成为全世界通用的加密货币。 说了那么多。 今天的主要内容,小萱还是和大家聊主网后是否真的停挖。 停挖后是否不能再挖免费Pi币了。 以及和大家在聊Pi的价值。 因为还是有很多Pi友,不了解Pi是免费的。 觉得,Pi币怎么可能会有价值?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 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网络赚钱, 手机赚钱APP手机挖矿的内容。 如果您对赚钱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这个频道, 然后并且打开小铃铛。 老观众在观看视频之前先点一个赞。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 还有订阅打开小铃铛。 OK,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内容吧。 Pi Network是在2019年3月14日推出的。 Pi推出至今上已经有两年多了。 今年年底2021年终于就要上主网了。 下一个月才是Pi真正轰动全球的开始。 Pi Network即将大爆发。 我们经常听到Pi Network创办人尼古拉斯说到一句话, 就是请珍惜最后的挖Pi时光。 看来这句话我们要重视起来的, 就是趁现在还能高速挖Pi。 如果你还不能珍惜现在还能免费挖Pi的时光, 那几个月后你真的会遗憾的。 今天管理员在回答Pi有的提问时, 明确回答,主网上线就停挖。 原来每次Pi的主网更新, 最后都有一句话的, 会员答一亿就减产或停产。 请珍惜最后的挖Pi时光。 管理员是最能得到核心团队的消息的。 他能这样表示, 相信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自Pi推出以来, 已经历了五次大规模的减产。 目前新加入Pi的要熟知一下。 我们每天挖的币量是由先锋、 贡献者、 大使以及节点这四位矿工挖出来的。 先锋每小时是0.1个Pi币的挖矿速度, 贡献者每小时也是0.1个Pi币的挖矿速度。 先锋挖出来的Pi币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础币, 贡献者和大使挖出来的Pi币就是人们所说的奖励币。 一般我们建立好安全圈后, 每天最少也能挖6个Pi币。 现在从管理员爆料上, 主网就停挖。 假设说主网是在12月31号, 那我们只剩下40天的时间免费挖而已。 不知大家看到这消息是高兴还是遗憾? 高兴的是币的总量恒定, 意味着币的价格就高。 当然决定Pi的价格还有生态中的流通速度和参与的人数。 那么后来进来的Pi有不再能挖到免费的币了。 要是后来进来的Pi有要持有Pi币, 只能像有Pi Network的先锋购买了。 当币量恒定,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那么Pi币就会越来越稀缺, 价格会一路上涨。 所以稀缺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减产和不断地增加会员。 当然也有部分Pi有会觉得遗憾, 因为加入比较晚, 手头本来Pi就不多。 那停挖后怎么才能获得更多Pi呢? 如果停挖后, 大家如果想知道获得更多Pi币的方法, 可以看这一支影片哦。 其实对于Pi上主网到底是停产还是减产, 项目方一直没有明确地回复。 可是几天前管理员直接了当, 主网上线就停挖。 那小轩我个人认为, Pi上主网后应该不会马上停产。 如果真的停产的话, 小轩我认为停产不等于不能挖到Pi。 我们都知道目前测试阶段, 钱包转币时有个0.01Pi的手续费。 如果手续费真的燃烧, 再不投入市场的话, 那么Pi也是赚不起来的, 因为最后Pi就没有了。 所以假设项目方把燃烧的Pi直接放入Pi Network池中, 重新让Pi有挖出来。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持总量不变, 会远快速增加。 而后面由于减产挖出来的Pi的速度, 远远低于主网前挖Pi的速度。 而燃烧的速度会远远高于后面挖Pi的速度。 所以通过燃烧回炉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 市面上流通的Pi数量会急剧下降, Pi的单价会快速上升。 如果燃烧放入Pi Network池中再次被挖出, Pi Network池就是一个涌动机。 只要你注册了Pi, 那么你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挖出Pi, 挖出财富。 这样分析的话Pi是没有停产一说的, 只有停止住币的说法。 当然,以上只是小轩我个人分析而已, 并不是项目方说的。 只要总量定下来, 那么大家还都是希望继续挖下去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有些人一个身份开几个账号, 这些刷子要是没有过KYC, 他们的币都要销毁。 这些币在保证总量恒定的情况下, 仍然可以拿出来挖的。 现在离上主网还剩不到40天, 我们每天还能挖6个币。 应了管理员的那句话, 请珍惜最后的挖派时光。 如果一派价格1000美金, 甚至更高, 你还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吗? 所以大家一定要按时点亮闪电按钮挖派币。 邀请更多人加入派, 增加自己的挖矿率, 就能实现我们的财富梦想。 要是真如派管理员所说, 那提供真实挖矿的时间, 真的就是剩下几十天的时间了。 主网上线, 派币价格必将一路飞涨。 如果你对派的认识还不足, 小萱再次和大家简单说派到底为什么那么值钱。 派那么值钱的原因有很多, 有很多可以说, 可是因为考虑到视频的篇幅, 所以小萱我只列出五点。 第一, 用户量。 派币作为全球第一个可以用手机挖掘的加密数字货币。 任何项目, 要是没人, 陪那个项目玩, 少扯没用的。 有人才有江湖, 混江湖就是打天下。 派目前活跃用户2500万, 平均每天增长8万活跃用户。 派App下载量早已超过9000万次。 歇菜的用户由于缺少认知, 所以不怎么关注。 一旦派开启大规模异货, 这些认知低的用户都要回来的。 加上商家和开发者。 上主网时, 相信用户不会低于5000万活跃用户, 相当整个韩国的人口。 你能想象一年后的派是什么状态吗? 第二, 全世界的人都使用派币。 派绝对有能力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加密数字货币。 目前我们都知道派有2500万活跃矿工。 如果派主网后呢? 派币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加密数字货币。 你还会像当年错过比特币一样, 再次错过派币吗? 第三, 派的生态。 今后所有的转账、 支付、 交易都会通过派币来完成。 派币将会是未来生态王国里唯一流通的硬通货。 在这里只要你有派币, 你就可以购买全球各地的商品和服务。 派的生态包罗万象。 所以, 派币未来可以用在支付行业、 金融行业、 易货行业、 物流行业、 旅游、 房地产等等。 在派的生态里可做的是太多。 几乎包含各行各业。 而且打破阻碍, 支付方便低手续费。 派的发展势头会超过现在所有主流币。 而以尼古拉斯透露早在去年上半年, 就有一个DeFi应用愿意与派合作。 将来派公链上主网, 愿意合作的项目多的是。 第四, 资本大佬看好派, 大资本会趁势进来。 大资本早就对派虎势单单。 所有会有大量的资金会涌入进来。 有了资本的炒作, 派币的价格也会水涨船高。 第五, 技术。 比特币诞生纳克企。 区块链技术不断更新。 但比特币还是十年前的技术。 无任何生态应用落地。 今天的比特币才80多万的区块高度。 而派早已突破300多万。 比特币每一秒支持7笔转账, 半个小时后到账。 可是, 派每秒支持几百万笔交易, 3到5秒到账。 以太方7000节点。 派目前10000超级节点以上。 将来百万普通节点, 3万超级节点。 除了这5点, 还有很多原因使派币有价值。 项目方在2019年3月14日推出了派Network。 两年多了。 今年年底2021年终于就要上主网了。 下一个月才是派真正轰动全球的开始。 现在是关键的30多天。 大家一定要准时点击闪电按钮。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小轩我有任何关于派Network的消息, 小轩我会在制作视频分享给大家。 如果到现在大家还在看住视频的话, 能不能点一个赞? 让YouTube演算法能够推这纸视频给更多的人。 让还莫加入派Network的朋友加入。 因为越多人加入, 我们的派币就越有价值。 小轩我在此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现, 拜拜。